我叫郭培 是服装设计师 这么多年的发展 从已专业的学生到设计师 到今天我是一名高定设计师 那今天大家所在的这里呢 是我的品牌叫玫瑰坊 这个地方我们已经搬过来 有差不多19年了 快20年的时间了 其实今天呢 我想大家可能也有机会 来走到我的这个工作室 大家会看到 设计呢 其实有两个截然不同的部分 一个部分它很实际 现实 它是走进每一个人生活 然后帮助每个人的生活 给他们带去美好和快乐 但是我还有一部分的作品呢 它应该是以我为本 我甚至不在乎别人喜欢和不喜欢 我更在乎我是否能够 充分地表达我内心 想表达的一切 所以这个是我的作品 这个是我的设计 我很害怕 那个一起床就很紧张的 8点到10点这个时间 我是会喝点茶 听听音乐 反正总之我希望早上的时间慢一点 我可以说 哎 茶茶 出口拿 拿两个小杯子洗一下 谢谢 那个杯子 我觉得我们这个空间呢 其实是一个创造美好的地方 然后我们这群人呢 其实也都是创造着 应该用一个特别美的词会描述它 我还真没想过 没有想过这个名词 但是我觉得比工作室应该更美好吧 这个空间其实就是我创作的源泉 其实想法谁都有 但是实现想法 这个是一个最最重要的 所以呢 这个团队就是我最得意的 因为它真的不是一个紧紧工作的地方 而是生活创造 实现人生美好 其实我有时候把它们就当家人一样 就觉得我会以它们在我身边为骄傲 而且我也特别欣慰 金子 我最喜欢我的金线 我喜欢这个金色 因为这些金线真的就会让我的作品存留一百年 因为它是真金的 这个西班牙的那个艺术家叫什么来的 那个 啊 拔利 对 对不起 拔利 我的作品它是有主题的 它是有我的那种内心的情绪的 就是我这种情绪就是我的主题 所以我其实我觉得我的作品包括后来第九场的喜马拉雅 我从来没有去过喜马拉雅 但是你知道通常是说你要到了那里 有个采风 有个了解你才能去创作对吧 然后再突然间有一次 我觉得我不能去西藏 如果我到了西藏 我做出的就是西藏 所以我觉得它其实我想用它表达的不是那个地方 也不是那个服饰特点 更不是那种当地的人的生活的状态 我是想表达我内心的那座高峰 目前最重要的创作就是准备回到巴黎继续高定 但是你知道艺术永远没有结束的时候 那我想已经两年多的疫情结束了 所以要回到那里 那我们要同时准备两个系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